资深专家胡玉堂老师 玉堂好 韦路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这个台积电最近怎么了 一直是看回不回吗 台积电已经宣布了 今年连续三个季节 都有鼓励发给股东 所以玉堂会不会外资 就是稳定的存利息钱 今天会不会又买台积电呢 目前看起来机会相当大 因为今天台积电涨了 将近快要4个percent 你说这个背后 应该是要有这个大咖在推动 它有机会一口气涨这么多 那外资的一个锁定 我相信也来自于我们之前谈到的 展望到明年整个台积电 在先进制程的研发的 不管是领先度 甚至在相关的街当 目前都是一个满载的一个情况 所以业绩面上是没有看坏的理由 所以第一个我倒认为 当然短线上空手也不必去追 因为我之前讲过 因为毕竟今天的这种跳空开高 对大型股来说 这个正拐力也稍微高了点 但是我们从台积电的一个走高带动 我们在很早之前就聊到了 投资人可以去留意到 这些周边相关的这些设备耗材的供应商 是绝对雨露均沾 比如说像我们很早提及的加登 当然这个涨幅已经很高了 今天又来到191 这个就是来自于 先进制程当中 必须又用到的这个EUV的这个光照盒 再来在上一次台积电法说 也特别谈到一个重点 是让市场很兴奋的 就是说要扩大资本支出 那这一块来讲 对于相关的设备厂商而言 绝对是一个比较正面性的一个利多解读 举例来说像是这一次又入围 这个主要这个优质供应链奖章的 这个2404的汉糖 汉糖的股价 其实在昨天还写下波段高 来到189 然后另外像是6196的樊宣 今天也创高了 樊宣也来到88块6 这一波已经从47涨到88块 所以已经很多的台积电的设备股 开始走一个这个 跟进台积电的一个补涨的行情 当然当中我认为 还是可以去发掘 有一些本益比相对被低估的 像刚刚谈到2404的汉糖 他旗下这个转投资的 3402的汉科 我认为他是比较被低估的公司 因为翻开汉科的财报去看 今年全年应该有机会赚到 2块5左右的成绩 他现在的股价只有30块 相对来说 其实本益比大概只有12、3倍左右 所以照其他的一些设备股来看 很多都已经来到17、8倍 甚至有些接近到20倍左右 汉科像是算是比较被低估的 而且在这个所谓的一个废气回收的这些设备的一个厂商的一个建制 汉科就是台积电的主要的一个供应商之一 那顺着台积电持续性加码部件这些新厂之后 对于汉科来说 其实明年的营收展望 原则上我是比较正面去解读 而且你在从他过去发放的一个鼓励角度去看 我认为是相对委屈 因为从2016配了2块钱的鼓励 2017配了2块45 到2018他是发3块钱的鼓励 所以对照过去的一个股息值利率来看 大概以现在来看都有接近这个89%的水准 而且技术面上是在最近外资是连续的七天买超 他的技术面是刚从这个打了将近半年的底部 才突破年限的反压 相对于这一波刚刚聊到的一些 比较强势性的这些台积电的一些设备厂商来说 不管是涨幅来看甚至本益比来看 我认为都比较落后 加上跟着母公司汉堂 有这个所谓植衣母贵的效果 对于往后接到台积电的一个订单跟业绩的贡献 应该是可以比较乐观期待 好 所以今天早上在设备厂商掌声响起 而且其实看到像是在金顶 可以连续两天的涨停板 昨天很早金顶又涨停板 那但是法人还是有买到1900张了 那么今天会不会继续的盘中就买 金顶是10点钟以后就锁上涨停板 买不到了 那另外一个设备厂商樊轩 今天则是刷新了历史的新高数字 87块7 那台积电的供应链2338光照 11点半拉到涨停板 现在7000多张在涨停板排队 还买不到 那3374精彩就是台积电的封测投资伙伴 精彩是台积电所转投资的 那精彩大概在10点钟左右 也锁上了涨停板的数字 所以今天盘中是一个算是半导体 连续两天都大涨 3131的红硕现在也拉到涨停板的数字 所以这个算是整个上游族群的表现 那甚至还有一个叫星云 今天早盘看到3583星云 还一度的拉到涨停板 所以最主要是因为台积电今天盘中刷新历史高 一度有334.5 现在332 所以台积电少涨了2.5 也让大盘从10.15的高点 11875 现在是11847 大盘虽然比早上高点少了大概20点 可是今天的盘中 现在我们看到稳帽是拉高的 稳帽是5G深化加功率放大器 现在298元 11月营收比一年前进步64% 跌升补涨 2455的全新 营收也比一年前增加四成 现在会不会也补涨 请问月堂这两个股票 都是过去一个月没有涨到 所以今天法人有去抢这个补涨股吗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味道 不过我觉得在今天来讲 他们算是比较跌升性的一个落势反弹 我会用落势反弹来形容 因为今天的一个反弹的位置点 还没有突破这一波他们的一个季线的反压 那第一个角度解读 就是我过去聊到 有一些族群个股是出现了 有一些法人结账的迹象 像是文贸 我们当时就已经很早追踪到 投信的筹码 尤其在整个PA族群 都有点松动 全新也是 如果下面放投信的进出 投资人会看得很明显 大概在11月中过后 投信突然在PA族群 有点这个测出的迹象 所以在这一波破了季线之后 当然今天有顺着整个台股的反弹 去做一个跌升性的攻击 不过原则上季线还没站上之前 那先以跌升反弹看待 当然还有一项利多的激励效果 就是在这个苹果库克也谈到 他认为AR的运用 未来是下一块这个成长领域最高的 那目前在AR当中的一些概念指标 除了像郑威 阳明光 其实在所谓生化价族群 因为在所谓的这个透浮飞时车距的一个部分 它也会有比较大幅度的运用 像是在V手端的产品的一个使用量 它应该会增加 所以文茂 全新 甚至宏杰科 当然今天也有顺着这样的题材做反弹 不过如果以技术面的一个角度解读 可能稍微要去留意后面的一个季线反压 是不是能够站上 好 那如果提到补涨 刚看到是因为文茂和全新 过去一个月没有涨到 今天这个是有盘中点火 那2387晶圆 过去一个月守株待兔 是不是等久了 今天就出现了多方袭击的买盘 这是2387的晶圆 是苹果供应链 苹果供应链6290的梁维 现在也拉一根的红棒 感觉有个打标底的底型 这是过去一个月也没有涨到的股票 那宏达店早上一度要拉高 现在遇到了这个所谓年限的观望气氛 这个是VR虚拟实境头戴装置的供应链 那提到这个苹果执行长就说 AR这个扩进实境将是未来开发的重点 以后苹果的手机电脑 镜头可以看的效果 就有扩大实境的效果 等于说看的视野角度可以更宽广 广达本来就是苹果头戴装置的合作伙伴 今天广达有站上月均线的位子点 那广达目前还有成交量6000多张的张数 这个都是重要的苹果供应链 那提到了大盘 现在涨145点 个股是涨跌互建的 包含像网络大厂4906正文 现在股价就有一点回测的状态 而至于早盘 我们看到像金属机壳可乘 股价也呈现观望 所以今天的盘面是涨跌互建的现象 3317的尼克森 现在的股价也出现了观望 所以等于盘面是不是有的做账 有的结账 还是要来仔细的追踪 那请问玉堂 今天你觉得有特别爆大量下跌 在出货的股票吗 如果其实以今天来看 比较弱势的一个个股 我们稍微做一下追踪 像是在前几天已经有点转弱迹象的前顶 我觉得这个稍微要留意 因为当然如果单就目前已知的业绩角度去看 似乎真的本益比有点拉得过高 因为它今年第四季从25块多 拉到这个波段高65块8 那现在来看 反而在今天台股攻高之际 它还持续下挫 尤其在今天破了月线 月线是蛮重要的关卡 因为上一次它测月线是在11月中下旬 那个时候见到支撑再拉一波 这一次再做回车 而且是量是比过去来的大 上一次测月线是尤其均线走平去做一个回车 这一次是有点比较像是一种尖头形态的反转 而且是日K连三黑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以4908的前顶来说 投资人要稍微去留意 在这个地方涨多是不是有一点 这个筹码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初步的松动迹象 另外像是在这个PCB版当中的6213的连帽 连帽其实在也大概一两个月前破季线的时候 我们也有谈到也是投信结账的标的 因为这场个股今年初以来投信买很多 但是一直到第四季开始 投信出来有点获利下车结账的一个动作 尤其11月份破季线之后 其实外资也站在卖方 那以今天来看这种台股上涨的格局 反而用一个比较带量式的一个下杀 类似刚刚谈到这几种形态 有些是高档肩头反转 有些是类似像连帽已经破季线转弱的个股 反而在今天带量走低 那可能就要稍微去留意到 这些强弱势股 尤其在现在筹码已经松动的个股 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法人啊 这些大户已经有获利下车 要稍微去留意 好 那请问日堂 今天就是说个股涨跌互建 但是我们看到刚刚提到补涨股 会不会跟上大盘多头的列车 因为大盘现在是将近30年的新高 可是很多股票 其实今年真的没有什么涨到 例如1301的台肃 好 今天台肃四宝是不错的 像是1303的南亚 因为南亚就是南亚科的大股东 南亚科现在77块7 很吉祥的数字 南亚科77块7 大股东就是南亚 那台肃集团又交叉持股 南亚大股东就是台肃 我们知道石油有一个世界市值低名的公司 叫做沙奥地阿美公司 昨天挂牌第一天就大涨还涨停板 所以会不会增加塑化股的比价行情呢 没有错 而且不要忘了 今年底还有所谓的集团作战 我记得上次这个我还有特别列出来 在年底这个集团作战这个涨幅非常有这个前几名的几个集团 其实台塑集团就是 那顺者刚刚谈到其实以台塑南亚来看 虽然今年在年中因为油价的关系 股价已经大跌了一波 但是最近外资的部分 好像是台塑的部分 在第四季开始 已经有见到外资开始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虽然目前技术面还在做一个比较横向性的主体 但是顺着集团作战的一个效应 在越接近年底的同时 我认为尤其在油价的部分 看起来如果说整个全球的景气的复苏 是可以比较有明确的一个回升的话 尤其中美贸易的和谈 对油价它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利多加持 所以以台塑的部分或南亚 台塑集团的一些家族的个股 我认为可以把它视为年底 集团作战作为一个标的 再来像是鸿海集团也可以去关注 其实顺着刚刚谈到的逻辑 鸿海集团未来发展就是5G加8K 就是我们所谓的高化值产业 那我们当时有聊到 其中一档指标性的个股 也是这个鸿洋集团 这个转投资的这个4961的天狱 那其实以天狱来看 我们可以看近这一年来的走势 其实集团作战 往往有时候会挑旗下 这种相对涨幅比较落后 但是呢 业绩具有比较这种成长转机性的 小尖兵的个股 其实在今年初一月的时候 天狱的股价大概就在3637块 到目前为止 今天目前的价位也差不多就在39块2 等于说今年以来是没什么涨到的 但是你去想 现在未来在这个8K 4K 又去谈到面板的价格 明年可能就有机会开始 2月份开始做挑战 而且东京奥运这个转播资源 这个所谓的一个4K 8K 高画质的荧幕之后 天狱本身是跟这个夏普 去合作这个高画质的 这个驱动IC 所以这个集团作战 往往也会挑旗下的这些小尖兵 可能去做一个点火 甚至华时金集团也是过去 作战比较积极的 那以目前来看 像是面板 同样也是在面板这一块 因为最近的买气转强 彩晶 彩晶是有赚钱的公司 今年前三季都有获利 结果现在的股价只有禁止的 大约0.5到0.6倍 因为它的禁止有13块 所以彩晶在最近 这个外资有回补 甚至我觉得年底的集团作战 这一类集团旗下的这种 小尖兵的个股 也可以把它列入观察 好 那么在华兴集团就有彩晶 今天彩晶是亮缩整理 守住了前天爆亮的位置 那华兴集团就有一个是 华兴电线电缆1605 今天是有亮的情况 那么华兴最近呢 他有说要卖桃源的不动产 要卖给信仓店赚2亿多 所以最近华兴是有处理 这个不动产有业外的收入 进账2亿多 今天带量的上扬 这个量怎么看待呢 其实在目前的技术面来看 我觉得是有一个攻击的味道 因为今天带量持续攻高 五日十日线去穿越 这个半年线跟基线的反压 当然以目前的角度解读 这个年线应该会是 比较大的压力区 不过还有一段 因为年线大约是落在接近15块5左右的位置 15块7左右的位置 还有一段的一个距离 那顺着最近刚好投信的筹码也有加持 所以说有些集团作帐的指标股 如果配合法人也站在买房的 这个推升的力道应该是可能就是相得益张 我们顺着看最近华星集团旗下的滑邦店 就有这样的味道 投信在华邦店的部分 是连买了三周 最近加码很积极 买了快一万多张左右 华邦店这一波也拉升上来 那华星集团旗下这个记忆体的指标股 就看华邦店 那顺着这一波记忆体产业市场给予的平等 是有比较正面性的期待 尤其旺宏的一个拉高之后 把整个记忆体族群的一个多头火种 似乎又点燃起来 所以华邦店 彩晶 或者刚刚谈到的华星 在整个华星集团的部分 都算是一个比较指标性的个股 好 那这是集团的观察 提到了集团真的有很多 例如6533的金星科 金星科其实大股东是谁 就是详发投资 详发投资的代表人蔡明介 就是金星科最大股东的法人代表 那就是说金星科其实就是联发科 高层有转投资的公司 那么至于伟创 3231的伟创 大股东呢 这个当然是集团股员伟创 是伟影还有伟软的大股东 3231伟创 这个月外资每天都在买 外资连续买伟创9天的时间 这个是盘中我们看到的情况 那是不是问一下玉堂 这个元大台湾50反一 今天创挂牌的新低价 00632R 这个是一个ETF 所以反ETF创挂牌低点 那是不是要等到反开始涨 大盘才有可能跌 怎么看这个反指标 今天创挂牌低点 这也可以作为投资人参考的指标之一吗 当然啦 其实这个元大台湾50反一就跟VIX有点雷同 比较倾向于是避险的标的 当然因为反一它主要跟台股的联动性更高 台股涨它自然就下跌 因为它就用期货去做一个Hedge的避险 所以台股创了29年高 它也创了在这个几年前的刮牌低 当然原则上以目前的一个趋势面来看 还是比较倾向于是一个多方架构 那00632R的一个操作面 跟过去谈到VIX有点雷同 因为它们都是比较倾向于是所谓一个杠杆型的商品 所以我会建议投资人你可以站在避险的角度 做着量的操作 那操作的周期也是尽量是以短不以长 因为毕竟它还会有一些换仓的成本 一些这个价值的一些蒸发 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反向的ETF 可以投资人的一个操作建议 好 这个